好 接著下來我們請這一個 大文好好的來為我們解說一下 這種 就是今天的主題是文字題 我根本就是想說 是不是在設計要給我來 怎麼說 因為我 為了自己 我做了自己的T恤 然後我大概穿這個 自己的T恤工作五年了 然後這個靈感來源是來自於 因為之前看一些日本的諧星 他們在非常出奇的時候 都會穿自己角色的衣服 或者是有自己就是名字的衣服 所以我想說 那如果說我做自己的T恤的話 我就不用額外再花費 買衣服的錢之類的 就開啟了大概一個 三四年的T恤之旅這樣子 然後我通常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很繽紛的色彩 所以我盡量就是 也是用高彩度的衣服去搭它這樣子 然後因為外景 所以會有一些機能性比較好的需求 譬如說全褲 譬如說對 泰拳的褲子 或者是一些很花的 或者是一些運動風這樣子 感覺你穿那個褲子這樣搭 感覺你很會 噴火 噴火 還會跳踢踏舞喔 就是那個 走鋼索 打耍這樣子 還有跳彩球是不是 對 彩球 彩在一個球上 對 這樣子 那種人 那個不是這個 大象有嗎 就是馬戲團大象的那個 打耍師 打耍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今天也有帶來我的衣服 給大家看 好 就是薄紗那種 大家不用擔心 我不會現場換 好 放心 因為現在其實還是會想要仿曬 然後又流行這種內搭 其實現在小羽真的很喜歡穿那種 內搭紗紗這樣子 然後就找到一些顏色比較強烈的 然後這樣搭在裡面 然後再配一個這種寬褲 就很舒服 這個真的是超舒服的 就算滿實搭的 然後我也會就是像不同的風格是 找這種 因為它這個其實是我在一個 古著店 對 古著店找到的 它是一個英國的裙子 你怎麼確定它是從英國來的呢 因為它的上面寫 Made in London 它就是一個比較復古的感覺 然後這樣穿高腰的話 就會有一種小Lady的風格 就又復古又小Lady 那滿漂亮的那件裙子 然後我平常的興趣就是穿一些宅T 宅T 宅T是什麼 動漫的T恤這樣 這個其實有點冷門 大家應該不知道 就是重金搖滾雙面人 裡面其中一個穿的 然後我這個的穿搭方法就是 也是搭最近這種沙沙的 那裡面要穿褲子嗎 裡面當然是要穿褲子的 裡面其實是一個牛仔褲 就是其實如果說 你沒有配的話 它就是一個小男孩風 對 但是你配了之後 就變Lady了 就是有一種甜美的感覺 讓人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好模糊 然後這一件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我覺得文字梯搭 這種工作服也非常好 因為工作服 你可以不要拉到最上面 所以你拉不上來 所以那件把你拉得上去 不然我不會買這一件 好啦 這個T恤呢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 白色的衣服很可怕 白色衣服吃飯很可怕 很容易滴到 是不是 我也是 我只要穿白色的 我就會被噴到 對 我也好煩喔 有那種去治理 我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如果最常噴到紅酒 對 就用 怎麼洗都洗不掉 你如果再洗的話 沒有救 所以怎麼樣呢 我就在那點點的地方 挖花 這一件是有髒是不是 白色的 對 它滴到那個 在哪裡 麻辣火鍋在這邊 所以看不出來 喔 黃的 其實很明顯 沒關係 藝術寶貝都是這樣 你可以畫一些東西 我看 你乾脆用紅酒再潑一個 潑一個 沒有啦 你直接在上面畫畫 OK 妳是畫 妳是吃什麼 就是 麻辣鍋 我幫妳畫銅蒿 謝謝 這是紅的嗎 等一下奇異筆呢 奇異筆現在 綠色 好 我現在畫 有綠色奇異筆嗎 銅蒿是長怎樣 銅蒿嘛 還不簡單 真的假的啦 吃火鍋一定要燙的 而且東西限定 這是全世界只有一件 新梅姐 輕手畫的銅蒿 T恤 我告訴妳 真的 真的假的 通常妳知道嗎 對 我只有在喝醉的時候 才會作畫 天啊 所以 真的啦 會簽名嗎 沒有啦 城市 深淺 深淺 交叉啦 而且是三銅蒿 我告訴你 三銅蒿很好吃 因為這個季節只有三銅蒿 天啊 其實蠻厲害的耶 可以嗎 可以 而且妳說它是香菜 我也會相信耶 香菜不是這樣畫 香菜 在畫 太多了 不好意思 植物土建的 對啊 真的可以耶 然後這一種筆 因為是奇異筆嘛 它是油性的 又不太好洗掉 然後當它洗到 有一點舊舊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就可以丟了 我還以為要再來種你補顏色 會很好看啊 我好幾件很貴的白T恤 我都自己作畫